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李先生跟我们说的情况 除了这些血管弃型之外 还有另外的情况是 可能心脏有些问题 三高 三高的成因大家都知道 饮食不健康 或者做运动缺乏 都会令到三高 刚才你说心脏有些情况 那是什么情况 其实心脏的情况主要是 最主要是引致中风增加机会 主要是心房占动的情况 什么是心房占动 心脏是自己会起薄的器官 规律地泵出血 但有些病人因为起薄的气出现问题 导致心脏跳得时快时慢 我们打鼓 比如说每一分钟 可能是六十至八十下 其实是很有规律的 但这些病人由于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起薄出现问题的时候 有时快有时慢 有时速率就高 有时速率就低 当心脏跳得不规律的时候 会导致心脏里面的血液 会形成一个喘流 即是流动就不能暢顺 很多时就会形成一些血块 凝固在心脏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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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会透过心脏里面 就会连同一些不正常的血块 就凝固了出来 就会弹上去脑里面的血管 而塞了一些主要血管 很多时这些引致的中风 当然会引致一些缺义性的中风 因为都是引致塞出血管 对了 引致塞了的情况 这其实都是一些所谓叫做血栓的情况 血栓的情况 由于血块形成了心脏里 走出来 就会塞了一些大的血管 很多时这些病人的中风 范围都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大 有些病人甚至会多些有病发症 包括一些抽筋的情况 没得预防 心脆不正你是天生的吗 心脆不正又不一定天生 有些人年纪大又会多些 有些人有高圈核 又会用药多些的情况 绝对又不是没得预防 因为凡有心脆不正的病人 或者所谓心防战动的病人 在以前可以吃一些所谓的薄血丸 去帮他所谓的华法林 但以前很多病人就不想吃 或者医生也有很多牵制 有时开不了这种病人 因为华法林是一些旧一代的药物 很多时会跟很多不同的药物有冲撞 也跟一些不同的食物有冲撞 尤其是一些有禽有维他命K的食物 例如一些绿叶蔬菜 甚至是一些豆类 甚至乎一些我们吃沙律 大网醬 都会有很多冲突 中国人也喜欢煮一些汤水 甚至煮一些中药食 和一些中药也有很大的冲撞 有些冲突会怎样呢 会导致吃了一些药物的反应很难预计 有时会导致血过稀 过稀 从而有不同的併发症 但是近这几年 开始有一些所谓的新一代薄血丸 新一代薄血丸的好处是 因为它在研究显示 它对比都说法林 它是出血性的机会低些 也预防中风的能力会好些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不会跟一些维他命K的食物有冲撞 不会有冲突 那些病人就不需要说戒口 计得那么紧要 在吃着薄血的情况 它也可以大大地降低 病人中风的机会 达到五成至七成 但它的心律不正是因为年纪大了 是的 心脏起薄出现问题 或者病人有些冠心病了 其实心脏外面有些所谓的冠状动物 在心脏外面的血管 如果有些病是本身有收窄的 导致所谓的缺血性心脏病 到时心脏攻血不足 有时也会有这些情况 那不能调整好一点 就是要吃药 怎样不会有血块 是的 调整就是病人的情况 例如在一些年轻的病人 我们有时尝试给一些药物调整 将它由不区律变成是区律 但有些年长的病人 我们可能倾向未必给这类型药物 因为这类型药物有时也有它的副作 很多时候我们会宁愿控制它的速率 它不要太高 以及给一些药物预防血块形成 减低的中风机会 李先生 因为我们心脏经常在跳 但我们感觉不到 有时也会感觉到 但其实心脏不正的人会感觉到什么 是否怯的呢 我常常觉得心怯 有些病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很多病人其实没有病症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鼓励 例如就算病人去看医生 可能就算一般伤风感冒也好 去看家庭医生的时候 可能医生帮你把把脈 听一下心跳 从而看一看他有没有心律不正的情况 听得出的 因为听下去的时候他会不规则 正如所谓的心脏 我们应该是好像打鼓那样 其实是一个很规律性的 但病人如果是摆脈的时候 或者听心脏的时候 发觉跳得时快时闻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最简单 用一个静态心电图 看病人有没有心律不正 或者心房战动的情况 这些病人就需要吃一些药物 去预防去中风 因为凡是心房战动 他中风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大约可以增加 最小的增加可能5至15倍不得 看看病人有没有同时有高血压 会不会同时是年纪大 或者同时有一些心衰竭的情况 糖尿病的情况 这些都会再增加他做中风的机会 但本身正是心房战动的情况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 中风的危险因素 尤其是引起一个血症中风的情况 其实我们一般都好像做运动 做运动就帮助到健康 其实心作是常常跳的 做运动就跳得更快 跳得更快 其实是否应该 有没有一个适量运动 是否保持肌肉有锻炼 令到心率会好 或是无关事的 你是很大敌 和很不健康 没有什么运动 其实心率都可以不值 我认为运动不太影响这个情况 最重要是看病人 有没有导致冠状动物的病 如果他本身是有高血压的 有糖尿病的 容易有冠心病的 这些病是高危的一族 会有心率不正常 明白